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the art of something 就是什么东西它的艺术 那在这里谈的是visual storytelling的艺术 就是visual是视觉的 那storytelling就是说故事 所以就是用视觉来说故事 那我们把它翻成视觉叙事 叙述一个事实 好 那我们看到这种文艺选天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就建议我们先看一看底下它给我们的字 然后把它的意思 还有把它的词性先标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a这个字 popularize popularized这个字呢 它加了一个ed 所以我们就注一个ved 那就是始受欢迎 始朴及 好 我们看b这个字 underwent underwent 当然是undergo的过去式 所以我们就注一个v 然后一样是ed 然后呢 它是经历的意思 to experience的意思 那通常我们会讲到to undergo a change 就是经历的一个改变 或者是你去动手术也可以用undergo undergo an operation 好 我们看c这个字呢 images 那这个是个名词 形象 图像 或者影像 那d 这个字 depict 是个动词 而且是原型动词 好 那它的意思就是描绘的意思 to represent by drawing 或者是portray p-o-r-t-r-a-y portray 也是描绘的意思 好 那这个depict也可以表示用文字来描绘 所以也可以说是to represent in words 那这个时候它就跟describe意思很像 d-e-s-c-r-i-b-e 好 那这个depict 那个d就是down这个字首 down 往下 那pict其实是paint的意思 画的意思 所以把它paint down 就是depict 好 我们看下一个字 e means 这个字呢 有可能在这里它是一个动词 那第三个字是单数 那就是表示的意思 但是means 常常是当名词来用 是一个方法 a method 或者是a course of action 好 我们看f这个字 improvements 这个是名词改善进步 g provoke 这个字呢是激怒的意思 或者激起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 这个pro这个字首呢 就是forth 或者forward 往前 那voke 这个字根是call的意思 叫的意思 所以什么叫provoke 叫你往前来 你有意见吗 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这不就是一种激怒吗 这也是一种激起 所以这个provoke 你可以这样去记这个字 那我们看下一个字 h restrict restrict 是限制的意思 那re是back 那strict 是draw tight 把它拉紧的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讲strict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 它也是个形容词 表示很严的 很紧的 所以已经很紧了 你再把它restrict 你再把它往回拉 那就是表示你限制住 不让它跑出去 所以就是限制的意思 所以restrict 就是to confine or keep within limits 的意思 好 i这个字呢 primary 这个字呢 是adj 这个是形容词 主要的意思 principle 那当然principle 主要的时候 后面是pal principal 或者是chief chief 这是主要的意思 那primary 你可以说 它是first or highest in rank 它的排名最高 那就是primary 我们看j这个字 clear 那这个字呢 可以是形容词 清楚的 那当然它也可以当动词 表示清楚的意思 好 那看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文章 文章一开始呢 它说 we've all heard the phrase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那我们都听过这个说法 the phrase在这里 可以把它翻成一个说法 不一定要翻成片语 我们看都听过这个说法 那说法是什么呢 a picture 就是一张图画 或者一张照片呢 is worth 它的价值呢 就等于是a thousand words 就是一千个字 那它的意思就是 一张图画或者照片 它胜过千言万语 也就是有人讲说 一画胜千言 一张画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看下一句话 similarly Leonardo da Vinci once stated that to represent a man as a whole being through art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and to describe 所以这个达文西 similarly 就是同样的 类似的 同样的 达文西 once said 他也曾经说过 你如果要 to 就是in order to 你如果要represent 就是描绘 或者代表 represent 在这里你可以做是 你要 to depict in art 就我们刚刚在底下 看到那个 depict 那个字 用艺术来描绘 或者是 我们刚刚也介绍过的是 portray p-o-r-t-r-a-y 在这里就是represent的意思 所以你要描绘 要代表一个人 as a whole being 你要把它完整的存在 完整的人 你要把它描绘出来 呈现出来 through art 透过艺术 你要把它完整的 呈现出来的话呢 那么 it is necessary 你一定要to draw 你一定要画 要绘画 draw通常呢 是表示用线条画 它也可以表示有颜色 但通常我们看到draw 想到大概就是 用铅笔 或用钢笔 用线条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要draw 还要to describe describe就是描述 那这个d跟depict 那个d一样 都是down的意思 那scribe是write 所以你可以从这两个字 字根就看出来 depict 这个原则上面 它是指画 或者是以图像呈现 那是depict 那describe 因为pict 是paint 那scribe是write 所以describe 基本上 它是以文字来描述 那所以 所谓的describe 就是 you give an account 或者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in speech in speech or writing 但是这两个字 都可以跨界 换句话说 describe 你也可以用来表示说 用图像来表示 也可以用describe to represent pictorially 就是picture picture 那个字的形容词 或者是describe 有的时候 它就是depict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字 其实很多时候会互换 但是各位就要了解 它原来字根的意思 describe 比较是写下来 那depict 也是画下来 好 了解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句 那 Da Vinci firmly believed that attempting to describe 所以达文西 firmly believed that 他很坚定的相信 firmly 就是很坚定 他很坚定的相信 也就是他坚信 attempting to 就是你如果要尝试 describe a human 你如果要尝试去描绘 一个人的话呢 using words alone 那就是分词 怎么描绘呢 using words alone 你单单使用文字 alone 就是only的意思 without help 那这样的话呢 would only 这只是会怎么样呢 只是会空格 然后呢 a reader's imagination 一个读者的想象力 那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呢 would是个助动词 所以后面呢 一定是接一个原型动词 那这个原型动词 跟想象力又有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 底下的原型动词呢 我们很快地描 发现 depict 它是描绘 不会啊 它不会 你没有办法描绘 一个人的想象力嘛 好 那我们再看 其他的原型动词呢 有provoke 是激起 你会激起 这个一个人 他的 想象力 听起来好像对 但是各位发现到 它前面有个only with only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不是什么正面的字 它只能怎么样 你如果说能激起的话 很棒啊 那你就不会说 它只能激起想象力 很怪 所以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有下一个restrict 这个字就很好了 因为限制就是 比较负面的 所以你如果只用文字的话呢 你只会限制 一个读者的想象力 这个很好 所以我们就 这个第一个题目呢 我们就选h restrict 好我们看下一句 perhaps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visual storytelling has been popula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erhaps也许 好那各位注意这种句型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如何如何 这句话意思就是 that所讲的那个东西 是for these reasons 是有这些原因的 是因为有这些理由 所以that 底下讲的这件事情 才成真 所以我们 perhaps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说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that 怎么样 所以 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 visual storytelling 我们刚刚讲 就是这个视觉叙事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呢 visual storytelling has been popular 已经是非常受欢迎 而且是for thousands of years 所以数千年来 人类都喜欢用画画 来跟你讲故事 我们看下一句 this art form dates back to ancient times when our ancestors would create drawings on the walls of caves to blank stories 所以this art form 这个艺术的形式 也就是视觉叙事 dates back to 就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可以追溯到 ancient times 古代的时候 time有加s ancient times 然后呢 when our ancestors 我们那个时候呢 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 would 这个would在这里 是表示 过去经常做 或者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would的用法 跟我们前面那个 using words alone would only restrict a reader's imagination 那个would不一样 我们前面那个 would only restrict a reader's imagination 这个would是虚拟语气 在这里这个would 是表示过去常做的事情 我们的祖先 过去常常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会create drawings 他们会创造一些图画 drawings跟draw 是从draw来的嘛 所以drawings通常也是 用线条画而已 没有颜色 但是有的时候 它也可以有颜色 这基本上 它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这个drawings 画在哪里呢 on the walls of caves 在洞穴的墙上 这个caves就是洞穴 那干嘛呢 to 这个不定词 后面一定 在这里应该是 接个名词或动词 可是我们后面看到 空格后面有一个stories 那是一个名词 所以显然这个第二个空格 我们要填的是个动词 而且应该是个原型动词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 找过原型动词了 我们发现原型动词里面 de depict 非常合适 所以我们就选 de depict depict stories 就是用话来 这个跟你讲故事 来描述一个故事 好 我们看下一段 in more modern times visual storytelling has been blank in the form of picture books in more modern times 就在更近代的时候 那这个 visual storytelling 这个视觉的叙事 那怎么样呢 因为它现在是modern times 就是这个现代 叫modern times 所以我们相对于 前面的ancient times 那各位注意到 这两个time都有加s 好 所以在更近代的时候 这个视觉叙事 has been 一直是怎么样 那has been 后面大概就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 加形容词 一个就是加 动词的过去分词 那可是我们看到后面 这个in the form of picture books 以绘本的形式 那这个是个属于 副词性质的一个修饰词 所以显然呢 has been 后面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应该 第一选择 应该是加一个动词 比较合适 那看到动词加ed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 好 那这个很快的看到 a就是popularize 那就是正确答案 因为has been popularized 就是他被普及的 那以什么形式普及呢 以绘本形式普及 所以第三题 我们选的是popularized 接下来下一句 in fact the earliest modern picture book appeared as recently as the 19th century when artist Randolph Cuttercott began using blank to tell stories in book form 好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in fact 事实上 它要进一步说明 the earliest 最早的 modern 现代的picture book 绘本 appeared 出现 是as recently as 好 这个as recently as as什么as 它常常可以用来强调 所以当你说as recently as 就是到的 进到什么程度 那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意思就是怎么样 就是 一直要到晚进 才怎么样 有这个意思 所以像因为里面 常常讲as early as 就是它很早 而且怎么样 早到什么什么时候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如果你讲说as late as 就是晚到什么时候 也就是一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才开始 那在这里as recently as 跟as late as 有一点意思差不多 不过recently 感觉起来 还要稍微更近一点 差不多了 late也蛮近的 好 然后呢 所以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呢 所以现代的绘本 这种形式 一直要到19世纪 才出现 所以历史不算非常悠久 虽然说人们用绘画来说故事 已经说了数千年了 但是绘本这个东西 以书的形式出现 这东西其实蛮晚的 好 那19世纪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说when artist 有这么一个艺术家 叫做Randolph 这个Caldercott 那这个字呢 有人念Caldercott 那但是我去网路上找了一下 好像念Caldercott的人比较多 那这位艺术家呢 began开始using 开始使用什么东西 那using是个极物动词嘛 所以后来显后面 显然我们就需要加一个名词 好 所以我们找一下名词 images很好 因为images什么意思呢 images就是形象图像嘛 所以我们这就选images 他开始用这个图像来tell stories 来讲故事 而且是in book form 以书的形式 好 what was notable about Caldercott's books was that they elevated the picture to serve as the blank channel through which a story was told 好 what was notable about something was that 这也是很好的句型 就关于这个事情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notable就是值得注意的 那所以在这里就是 关于这个Caldercott's 他的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 was that 就是这件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 they elevated 他们提升了the picture 把图片这种东西 the picture 定冠词 加上一个普通名词 常常就指这种东西 这种概念 所以他把图片 把图画这种东西呢 把它提升到 干嘛呢 to serve 把它提升到 可以作为 serve 就是function as 作为什么呢 the什么channel 好 那显然 channel是名词 the是冠词 所以第五个空格 一定填的是一个形容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底下形容词找一下 我们应该就可以找到 primary 它主要的管道 把它当做 把图片 图画当做一个主要的管道 好 through which 就是透过这个管道 which就是指那个channel a story was told 一个故事就被说出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previously 就是早先 在那之前呢 pictures have been used in books mainly to complement text 在那之前呢 图画主要被用来 用在书 用在书里面 图画在书里面 mainly 就是主要 是要干嘛呢 是要complement 要补充 这个text 文本 就是text 那补充 complement 那有另外一个字 跟它一模一样 是赞美 恭维 声音一模一样的 那拼法不太一样 那 背的方法 这个 在这里补充 是个e 对不对 所以是complete 让它完整 所以要补充 才会让它完整 那complement 是c-o-m-p-l-i-m-e-n-t 那是恭维 赞美 那大家都 爱 这个恭维 或者是赞美 所以呢 恭维 赞美 那个字 中间那个字 爱 好棒 而且爱 it's about me 大家大家恭维我 你这样想 越想越高兴 这个字就背起来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他说 however it wasn't until after Celtercott's death that picture books began to become popular worldwide 好 所以但是呢 it wasn't until 什么时候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这也是因为很常见的 这也是因为很常见的一种 这个结构 就是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that所叙述的这件事情 才开始 才发生 好 所以这里讲到就是 一直要到这个 Celtercott 它死了之后 that 这是绘本 才开始 began to 才开始 干嘛呢 become popular 开始变得受欢迎 那worldwide 就是全世界 在全世界 开始受到欢迎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blank imprinting technology enabled picture books to be mass p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所以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早期 那什么东西 in 是一个阶级词 那printing technology 就是印刷的科技 所以显然我们的第六 要填的是个名词 那我们找一下名词 F 这个improvements 这个字不错 因为improvements 就表示进步或改善 所以在科技方面的改善 印刷科技方面的改善 enabled 使得 picture books 繪本 to 所以enabled 这个一个授词 to do something 所以在这里就使得 绘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be mass produced mass produced 就是大量生产 而且是for the first time 首次得以大量生产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then after world war 2 the art of visual storytelling blank its most significant shift 好 所以接下来呢 二次大战以后 这个视觉 叙事这种艺术 the art of visual storytelling 怎么样 然后呢 后面 its most significant shift 它最重大的 significant shift 就是一个转变 这个移动或者转变 所以显然第七个空格 我们要填的是个动词 而且应该是过去式动词 因为他讲的是二次大战之后 好 所以我们选underwent 因为to undergo a shift 也是常见的一个collocation 就是经历了一个转变 好 所以依照了二次大战之后 视觉叙事才经历了转变 重大的转变 好 怎么转变呢 well-known visual artists began to produce picture books and suddenly the line separating author and artist was not so blank 好 所以well-known 就是知名的visual artists 就是视觉艺术家 visual是视觉方面的 然后呢 began to开始 produce 开始创作 开始产出 picture books 这个绘本 然后呢 suddenly 突然之间 suddenly 怎么样呢 the line separating a and b 就是分别区分 a跟b的那条线 那这里的a跟b是什么呢 它是author跟artist 所以在一句话 这个地方 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区别作者和艺术家 之间的这条线 was not so 变得不是那么的怎么样 so是个副词 而且was 现在我们要接个形容词 或名词来当补语 因为so是副词 所以第八个空格 一定是个形容词 那我们选 J clear was not so clear 分开区格 作者和艺术家这条线呢 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好 我们看下一句 Indeed it wa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such classic picture books as Morris Sandex's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and Robert McCloskey's Make Way for Ducklings were published 所以又来了 It was 什么什么时候 that 所以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一直要到 这个20世纪的后半夜 that 这些事情才发生 什么事情发生 such 像这种 classic picture books 这种经典的绘本 例如什么经典绘本 这个Morris Sandex 他写的 这个野兽国 这首 这个绘本 他不是他写 他画的 也写 或者是Robert McCloskey's 他这一本 让路给小鸭子 这种经典 才到20世纪后期 才出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段 他说 The power of visual storytelling lies in its ability to blank the imagination of people of all ages 好 所以 这个visual storytelling 它的power lies in 就在于 它的力量 在于哪里呢 在于 its ability 它这个能力 可以去干嘛 to 那后面有一个空格 那因为是to 所以这空格 我们要填的是动词 然后我们发现 很有趣 它这个地方 受词也是imagination 我们刚刚在 第一题的时候 only restrict a reader's imagination 因为only 是感觉指挥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 比较负面的restrict 但在这里呢 它讲的是power 所以应该是正面的 那我们刚刚 有看到一个字 其实我们刚刚讲 它也可以跟imagination 一起用 那就是provoke 所以这是正确答案 所以我们就填provoke 所以它的力量 在于它的能力 它可以provoke the imagination of people of all ages 它可以 people of all ages 各位可以把它背起来 整个chunk背起来 就是各年龄层的人 老少嫌疑 所以它可以provoke 它可以激起 不管你几岁的 这个picture books 都可以 或者visual storytelling 都可以激起你的想象 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in this manner picture books can serve as a powerful blank of escapism 好 那我们看到 首先我们看这个是 这个escapism 这个是逃离 或者逃顿 其实就是很多人讲 这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种 逃离 或者逃顿现实的 一种方法 就是你暂时 可以不去想 你生活周遭的事情 你可以进入那个书 或者绘本的世界里面 发挥你的想象 好像暂时离开了 逃开了 这个脑人的城市 这个是escapism的意思 所以他说 in this manner manner就是方式 所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如此 picture books 可以serve as 它可以作为 一个powerful 很有力量的 summer of escapism 我们这个地方 显然找个名词 而且我们只剩一个字了 就是means a powerful means of escapism 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 逃离现实 或者逃避的 一种这个方式 好 我们看下一句 Therefore picture books are likely to become even more popular as the world moves further into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future 好 所以呢 因此呢 picture books are likely to 就是很有可能 are likely to 会变得even more popular 反而它会变得更受欢迎 随着怎么样 the world 随着世界 moves 移动 further就是程度 再往前的那个程度 一直往前移动 进入一个increasingly 就是越来越怎么样的 越来越complex 越来越复杂的 一个future 一个未来 那complex这个字呢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它如果后面 还有字的话呢 这个时候 它的重音还是在前面 虽然它是形容词 好 那这是第一点 那它是complex这个字 指的是错终复杂的 通常呢 指它内部的结构 内部的组成很复杂 那另外一个字 跟它很像 也是复杂的 叫做complicated 那complicated 它强调的是 这个组成各部分之间 它会互相影响 而且这些影响 非常的复杂 好 所以这两个字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 例如说这个complicated rules 就是这个规则 非常的复杂 就这个规则 这一条又签到那一条 那一条又签到那一条 彼此之间都有各种 很复杂的关系 或者complicated situation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状况里面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会互相影响 所以这是complicated 那complex 或者complex 那就是指 这个内部 它的系统很复杂 例如你可以说 a complex system 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因为它里面 这个有错综复杂的 各种成分 或者说complex wiring Wiring 就是接线 那个接线很复杂 所以这时候 是用complex 那这两个字 有一点点区别的 然后今天这样听过之后 各位有个印象 然后以后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你就去观察 它所使用的上下文 你就对这两个字 会有更深的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会